大家好 今天在利用这个机会 我跟周航做一期文明客厅 我们现在正在筹办崇德学堂 崇德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百五年以前英国圣工会 他们在中国大陆办的第一个教会的学校就叫崇德学堂 现在呢 我们正在筹办这个事 因为我们崇德的校友有好几十个 我们运扰了好年了 我来美国是五年多 但是我们那些校友又来了二十多年 三十多年的 我们一直在运扰这个事 筹办这个事 就是呢 把在中国 在北美办一个 或者说恢复一个 或者说重新办一个 我们叫崇德学堂 所以我们这个 今天我讲这个话题呢 就是崇德学堂 文明客厅 我今天呢 再讲一个 我的七十年以前的老同学 我今年七十六岁 七十五岁 七十六岁 我在一九四年 我上小学一年级 我的小学是北京实验小学 原来我们叫师大一副小 师范大学 第一副是小学 叫一副小 五四年的我的老同学 今年是二三年 如果按照年头算 我们已经有了七十周年了 从一九五四年到二零二三年 整整七十周年 今天早晨 老同学 七十年的老同学 当然不止一个了 因为我们那个小学那个班 我记得是四十四个学生 就是一九五四年 我们第一实验小学的这个年级 我们一个年级是三个班 我是三班 当时我们有一班 二班 三班 我们三班的同班的同学是四十四个 有可能是四十三个 因为中间有一个这个留学生 他的父亲是俄国人 他母亲是中国人 他好像没念完 他就走了 因为那时候我们很小 因为呢 他呢 他的名字我还记得 叫陈绍刚 你一看 他是个混血 他长得呢 就是不完全像中人 也不完全像俄罗斯人 他就是一个混血 所以说呢 这个七十年的老同学 今天上午也给我传了一些 时政要文 我先给大家念一念 叫做十年执政两茫茫 十年执政指的就是现在的主席 习近平主席 他已经执政了十年多了 叫十年执政两茫茫 党指定红二郎 因为他是个红二代 也可以叫红二郎 哎 貌似合理 国运倒泥汤 奈何草包根底浅 瞎折腾不自量 什么叫草包根底浅 哎 这就是他在66年那一年 我是高中毕业了 哎 他呢 是八一学校的六年级 六年级呢 是七月份应该升学 就是小学毕业 考初中 而六月一号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 人民日报 发表一个社论 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于是就停课了 哎 从北京开始 很快就落实到全国 哎 所以说 哎 习近平同志 他小学六月一号开始停课 他就没读完那个66年那年八一学校的小学没有毕业 他差一个月 因为当时是七月份毕业 完了呢 放暑假 暑假完了九月一号开学 哎 如果呢 要是文化革命 要是不是六月一号停开始 如果再等一个多月 他就小学毕业了 毕业以后他就上初中了 所以我一再次说 实际上呢 他是小学差一个多月没毕业 这个 我给大家讲的这个就是历史 事实 哎 我们叫史实 嗯 说他的 说他的根底浅 就是他小学差一个月没毕业 也就是说语文算术 没有学完 小学没有学完 当时我们就两模课 语文算术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他经常念错别字 为什么呢 当时的常用汉字 小学毕业到了中学 大概能认得 当时的国家标准是农村是1500个常用汉字 城市2000个常用汉字 当时中国的常用汉字是3755 有人说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因为我搞过一个百孙调查 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 给我们这个课题组分两次 给了我们18000元人民币作为课题经费 我们就搞了个百孙调查 因为当时我已经大学毕业了 百孙调查 中国有大概是200万 至少是100万到200万个自然村 后来有些自然村合并成行政村 村上面就是乡 当时中国有6万个乡 还有所谓镇 乡镇 这个可以大家看看那资料 都可以搞清楚这些基本概念 当时呢 我们搞了个百孙调查 我的一个课题 就是调查中国的人的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就分成所谓文盲 后来有一个概念叫半文盲 这个概念是不对的 因为中国没有半文盲的标准 可是平常就这么说 文盲半文盲 文盲的标准 农村就是1500个长汉字 当时我们就按照抽样调查的这个方法 我们就从3755个长用汉字 随机抽取了100个长用汉字 我们就把它变成了长用汉字的一个调查表 当时我们的这个课题组 一共有几个人 不一样 有的时候可能十几个人 我们就在中国的这个抽样调查 抽中了100个村子 最远的北边 那就是黑龙江省的福远县 最南边的那是西双版纳 这个西边的 那就是贵州的一个村 就是抽中了百村 我们就搞个调查 现在我那调查表还留了呢 入户调查 随即取样 就是抓究 抽中了这个户 一个村一个户 我们就入户调查 所以我们后来我教社会学 社会学的一门 基本的一个基本功 就是社会调查 社会调查这本书 教材 是我跟 王老师 王老师编的 我们俩编的是社会调查的教科书 所以我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 所以我对社会调查 我一个是编教材的 一个是讲这课 我在人民大学 社会学系教书 教了三十多年 我来美国大概是 现在是五年多 都给大家讲讲这事 就是说 为什么说习近平 他语文算术 他没有过关 所谓过关 就是他小学还没毕业 后来呢 他居然就考上了 清华大学 公民大学生 那是公民大学生 不是考的 是推荐的 推荐完之后呢 他就当官了 当到了省级干部 他就又到了 清华大学人民学院 他就读了一个 清华大学人民学院 法学院的 法学博士学位 可是他在那个博导 博士生导师 没学过法学 学什么呢 学政治思想的 他在清华大学那 导师是一女性 我们都认识 所以说为什么说 习近平学术是 这个不实 是不是他造假 他也不见得要造假 因为那时候就没有大学生了 后来就只有 公民大学生 他就被 他插队的那个地 推荐他上了 公民大学生 那是一个特殊的概念 后来他就当了官了 当了官了 当到省级干部 他就到清华大学 法学院 人文学院的 法学院 读了几年的 法学 为什么说 他这是一个 有水分的一个 法学博士了 因为他的博导 博士生导师 没有学过法学 学政治思想教育的 所以他就是 无学无术 所以对 你要说他不学无术 也不对 他不是不学 他想学 可是赶上文化大命 1966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命 就停课了 当时毛泽东作为一把手 他的一句名言 就是学术 学智要缩短 教育要革命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再也不能记忆下来了 因为这就属于毛泽西语录 我们都念过多少遍 当然我也都能背出来 所以习近平 他不是不学无术 他没有学无术 无学无术 他不是有学 他不上 那叫不学 他不对 他是无学 无学无术 叫做 当然后来的个性 就是浩大喜功 就是一个刚愎自用 就是一个穷兵独 这以后咱们再详细的谈 所以说呢 叫做奈何草包 根底浅 这个草包 就是老百姓的一句俗话 瞎折腾不资料 瞎折腾这词 我也给大家讲过 那就是十七大 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当时的总书记是胡锦涛同志 胡锦涛同志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但是他是清华大学的考上的 他不是清华大学的功能兵大生 他不是 他是老大医生 他好像我记得是 我是四七年生 胡锦涛好像是四三年生 比我大个应该说是四岁 有人说胡锦涛 你怎么知道他 我知道他 我跟他见过好几次面 特别是他在贵州省当省委书记的时候 当时中宣部长朱霍泽老先生 推荐我们到贵州去找胡锦涛 我们那个小组大概是三四个人 当时呢我们就到了福建 不是说错了 不是福建 贵州找了贵州省 找了贵州省的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 因为有这个朱厚泽老先生给推荐 所以胡锦涛就在他们的家 见了我们 见了我们大概我记得有五个小时或者六个小时 我们一共有五六个人 所以我这个胡锦涛的这个我见过他 而且我也不止一次见过他 而且我跟他也对个话 他给我我的感觉是谦虚谨慎 不骄不道 当时他的官也不小 省委书记叫封江大吏 而且他给我们请到他们家里去 而且谈了大概五六个小时 我记得他拿那纸记 他一般不怎么插话 我们讲 还有我们那一块去的人都讲 他就记他记了好几篇纸的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不错 他不是很这个很浮浅的人 应该说他是清华大学高材生 在清华大学他上了 我估计上了五年 所以他是清华大学本科的毕业生 我给大家介绍的一段历史 叫做瞎折腾不自量 所以胡锦涛那句话我们记得非常的清楚 就是不切怠不动摇 而习近平由于学历比较浅 再加上赶上所谓的十年动乱 文化大革命 他就是瞎折腾 那时候文化大 那个时候有大一进 那时候叫瞎指挥 大一进一亩地能打几千斤几万斤 一天等于二十年 十五年赶上英国 十五年叫超英 完了赶美 叫超英赶美 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叫瞎指挥 现在呢叫瞎折腾 不自量 怨声一浪高一浪 脸皮厚 不下岗 不下岗就是到点他不下车 应该公共共产党的干部路线 或者叫党的干部政策 叫年轻化 知识化 专业化 革命化 一般来讲六十岁退休 政治局委员六十五岁退休 政治局常委 或者一把手 七十岁退休 这是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来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制度性文明 或者叫制度安排 或者叫党的纪律 而习近平擅自更改了宪法和党章 和党的这个干部路线 所以我们就说 他叫做脸皮厚不下岗 脸皮厚就指的是不知廉耻 用我们原来的话就是四荒八无 四荒就是荒唐荒诞 荒谬荒芙荒无 什么叫八无 无知无能 无情无义 无道无德 无耻无赖 这就是所谓的脸皮厚不下岗 到站不下车 到点不退休 而且擅自修改了中华人民国宪法 改革开放 由于毛泽东胡扯等 毛泽东死了以后粉碎了四人帮 中国开始搞这个改革开放 搞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 有了规矩 所以有了宪法 宪法我们有五步 其中宪法规定 国家主席最多连任一次 就是十年 五年一任 最多就是十年 而他在这个前几年 他就擅自修改了中华人民国宪法 2018年 好像是2018年 他擅自修改了宪法 修改宪法 这件事做的是饥不得人心 举个例子 中央党校的资深的教授 蔡霞教授 专门帮着这个当时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 搞三个代表 当时中央党校有党建教员室 党的建设的教员室 有两个人 我都认识 一个就是蔡霞教授 一个就是王长江教授 他们俩就是在党校里头 有那一段专门的搞党的建设 所谓三个代表 所以把蔡霞教授给气的 他自己说的 他自己来到美国 他在美国之音 跟美国之音的记者说的 我亲自听的 他说气的 他那一下午一晚上就没睡觉 为什么 他说这太不像话了 你好不容易 毛泽东搞了十年浩劫 十年动乱 好不容易他死了 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 一举粉色的四人帮 后来邓小平他们就上来了 我们叫邓胡赵 邓小平 胡耀邦 赵紫阳 上来之后就搞 所谓的开放改革 改革开放 搞了一个 非常的制度性的成果 就是废除领导 干部终身制 结果呢 习近平呢 他就居然修改了 所谓宪法 他就把他这个 这个改革开放的 最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 文明的成果 他给改了 所以把蔡霞老师气得 一下午一晚上没睡觉 所以蔡霞老师到这来也说了几句 激烈的话 说中国共产党已经退化为一个政治僵尸 而且他已经退化成一个黑社会老大了 就是他没有党的纪律了 他想着谁整谁 他把党由一个党中央 他变成了个人 就是现在就是习近平一人 这叫孤家寡人 原来是寡头 寡头就是几个人 寡人就是一个人 他已经退化到了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就是一人 当时 这个 有的老同就说 说咱们党这么多人 咱们得有一个头子 你注意啊 用的就是头子 这是我们查文献查的 这么党也得有一个头 或者叫头子 这头子呢 后来有人就说这不好听 怎么办 就改成一核心 说核心 小平就说了 小平在 小平说我就是核心 我死了 江泽民你就是核心 所以当然有句话叫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后来江泽民到了任了 胡锦涛当总书记了 胡锦涛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核心 叫做团结以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到了习近平重新恢复核心 现在就等于说习近平也是个核心 所以当时我们有一个 我们党有三个核心 一个是毛泽东 毫无疑问那是核心 邓小平是一个 江泽民是一个 胡锦涛就不是核心了 现在又来了核心了 就是习近平成核心了 叫做脸皮厚不下岗 到点不下车 到站不下车 到点不退休 或者叫离休 哎 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 破坏了党的纪律 破坏了党的干部路线 十个不设 就是啊 为什么 但是他脸皮厚 他就不下岗 哎 路在何方 大伙就 优劣啊 中国这路在哪呢 傻逼 挂道党 这句话是一个操话 是吧 或者叫念傻串也可以 哎 但有的时候呢 这个做师吧 情绪到了 哎 这个所谓脏话 骂人的话 也出来了 这个头是谁带的 当时 毛泽东在文化大门的时候 有了他在三十七首的诗 其中有一句诗里头有一句话 叫不须放屁 这是我们的语文老师给讲过 说做师是文言词 文化的人干的事 哎 这个屁不不雅 一般来讲古诗上 古诗诗诗诗诗歌赋 哎 没有这个屁 但是毛泽东说 我不怕 所以毛泽东有一句诗 我们都传达过 尤其在上中学的时候 我们都背过 背过毛泽东这个三十七首诗词 比如说我们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们老师就教我们背 北国风光 千里冰凤 万里雪飘 哎 那是小学四年级就开始背的 所以说呢 你要说这个傻逼挂道党 这个字应该说是一操话 但这个操话 谁开的头 我的印象里头 毛泽东开头 他干嘛不许放屁 而且我们也背着说诗 背过 好几遍 百姓家国无希望 混不利 耍流氓 所以我当时呢 给这个美国驻华大使馆 他们要到中国来当外交官 他们就请中国的一些人 给他们讲讲中国的国情 因为当时我已是大学教授 学的老师了 他们就请我去给美国驻华大使馆 的这些外交官 讲讲中国的国情 所以我就给他们讲 流氓 关键我给他们讲的是耍流氓 这个耍字英文里头有词 但是呢 英文翻译成中文不是太对 不是太到位 所以我当时我就记得我在美国驻华大使馆 专门给他们讲了好几讲 其中有一个词 我就给他们讲耍 什么意思 耍流氓有多少种 能够分类 我也顺便给大家提提 叫做 百姓家国无希望 混不利 耍流氓 这就是早上 我的七十年的老同学 给我传了这一首流行的 一种所谓的顺口溜 而且他也跟我说这是好词 诗词歌赋好词 所以我也借这机会给大家念一念 因为我这正好有一个 崇德学堂文明客厅 感谢观看